反正他第一個他可以駕 MySQL 這沒問題 第二個如果你要駕 server 就是網頁上PHP 所以一般PHP是跟 MySQL 串 當然我們主要是用它那個 MySQL 部分 你其實這個使用方法很簡單 就是照著我上面寫的啦 解壓縮到低疊 然後呢直接安裝安裝完之後把那個PHP MySQL 打開 你又開始 那個 server 就亂起來了 真的很方便 真的這個環境非常OK 另外的話它有個好處啦 就是它是自由軟體 非商業用途 其實是沒有費用的問題 OK 這個好像是32位元的版本 32位元的版本 這個好像我們那個 VBA 課程也有提到啦 這套還蠻好用的啦 而且大家也有在用的經驗 32位元的版本 我記得好像沒有特別分的 好像32、64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 不過今天 剩下的時間不多啦 我大概講一下 我們第一個 就是要先把那個Beautiful Super 視線安裝起來 裝完之後呢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就是我第一個想到 乾脆把YouTube上面的 假設我今天要下載 YouTube上面看到的 比如清單裡面 像我有時候整理那個 我自己的YouTube平台 因為頻道 我影片 需要已經超過兩萬個以上 所以我們自己光整理影片 我都要花很多時間 但如果用人工來處理這些問題 那根本做不完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透過Python 幫我做一些事情 那當然 我簡單舉個例子 我今天希望爬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 希望爬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的 假設這邊有好幾個上課影片 那我希望抓到這個的連結 的名稱 跟他的超連結 那以前怎麼做 以前跟Tuberin剛剛複製貼 複製貼 好類似的 如果兩萬多個 貼到瘋掉了 如果說我今天 可以這樣做 快速的弄好 我就可以 快速的把這些資料 像我是跟那個Jungle 就是 Python後面有一個 Jar server Jar server 真的 然後 可以就是跟他連結 然後呢 YouTube也可以變成一個 比如說數位教學的平台 加一個 加一個伺服器 加一個網站 這樣的話 他可以自己 比如說我丟一些東西上去 他自動幫我把他更新到 那個網頁裡面 加 這個 使用者 就是學員的話 自己可以看到影片 每個禮拜如果有上課 就每個禮拜會自動更新 這樣我就不用自己在那邊動手弄半天了 數位平台也可以不斷累積 以後的話 其實我的server 就用YouTube 因為YouTube頻寬比較大 我不用租用 對不對 直接 又可以把我放到我的 我的server上面去 我的網頁上面 也會更新 不過其實 當然 你看起來 做很多事情 但是實際上 背後 都是程式 幫忙做的 我只是把程式 寫出來 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 鑽血程式 我覺得 有點像是 你就把很多的助手 很多的分身 寫出來 那有的時候 你就不用去真的找人 去幫你做那些事情 因為以前你找人 就是叫他做 塗髮內缸的事情 我覺得這可以省下來 你可以 很多 所以我把這東西怎麼抓下來 第一個呢 我們先把那個BeautifulSoup 先裝起來 所以呢 Pipe Install BeautifulSoup 4 這個各位可以參考 那個 這邊有一行 你如果怕打錯字 反正把這個 複製 貼的話 好像我記得 就是直接 你打開這個 有沒有 然後 好像按個右鍵 我記得他就貼上了 以前好像他右鍵在 直接貼他不用 他現在右鍵就直接貼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你把 BeautifulSoup 幫你把它裝起來 OK 就已經安裝完成了 關起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再去撰寫程式 那撰寫程式 基本上怎麼寫 我先讓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我剛剛講的 其實程式就這麼多而已 九行 九行裡面可不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執行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名稱 我的網址 全部都幫我列出來 後面如果說我要把它塞到Database 裡面的話 就是怎麼樣 就網址一個欄位 然後 標題一個欄位 網址一個欄位 那以後的話呢 就再去Database 裡面 抓 放 放到我的網頁上面的清單 他就會自動可以下拉了 而且如果有update的話自動可以update 那不是很方便嗎 OK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抓到這些資訊 那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一個東西 就是呢 你要能夠慢慢熟悉 Chrome瀏覽器 這個Chrome瀏覽器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機關 這個機關叫什麼呢 快速鍵叫F12 F12呢 就是可以打開裡面的機關 F12非常的好用 F12喔 打開之後 這個可以記一下 F12 比如說有些東西你抓不到對不對 那 你就可以把F12打開了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按右鍵 當然 以前 老師都是教檢視原始碼 看到裡面的東西 但你看完之後 你就投降了 還沒有 還沒有 天啊 看完頭都暈了 所以呢 在第二階段 你可以在你要抓的東西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要檢查的 檢查是什麼呢 他就告訴你說呢 你現在要找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 OK 在這裡喔 按右鍵 就是在這上面 對對對 但是這個方法我覺得 我也是招了 不過我覺得還有更快的 像我的習慣是 F12 上面有個箭頭對不對 這個箭頭指什麼 你要找的東西 因為類似像檢查 有沒有他會一直跳 他會告訴你你要的東西在哪裡 有沒有 我現在找的東西 在這個 這個是我要的 名稱跟他的超連結 就在這裡 那可是問題喔 那有哪些是抓的重點 特別注意喔 Beautiful Super 4 他主要是 抓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把 F12有沒有 按下之後 再用這個 去指他 他會幫你把他停到這一段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背後的東西 就是用這個表示 特別只有你看到的跟背後不一樣喔 不過可能你要一點基礎啦 就是說 至少你要懂什麼叫 HTML 的網頁標籤 標籤 比如說 我們如果要超連結的話 他的標籤一定是 小於開頭 有沒有 然後小於結束 特別注意要超連結對不對 所以呢以後Beautiful Super 主要抓兩個東西 第一個 抓HTML的標籤 OK 所以如果你對那個HTML不熟 請你去找HTML相關的書籍 不過現在新的還是HTML要無啦 第一個 第二個他抓什麼呢 有沒有辦法 這個class 這個class 就叫做 CSS 所謂的class指的就是說 以後呢 他希望這個畫面裡面 大家都長一樣 class match 同學 長一樣 都穿制服 對不對 意思是說 如果你通過CSS CSS3 樣式 他做完每個都長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每個都長一樣 為什麼因為背後有CSS 那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這兩個訊息 去把你要的東西抓出來 比如說 他這個上面的 那個裡面的題目 他一定有個class 他的class就是這個 就後面這一串 到空白以前 所以呢我只要給他一個class叫這個 他就幫我把 所有的 這一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觀察 下面這個是不是也一樣 所以這個箭頭 再點他 你有沒有發現呢 他的class名稱 是不是跟上面一樣 有沒有 這一串 其實你可以看 有沒有 PL Video Title Link 有沒有這個 所以你下一個 是不是也一樣的名稱 PL 有沒有這個 當然你要慢慢習慣這個工具 因為他會跳 他會告訴你這一塊 然後 PL Video Title 一樣對不對 所以 他們都長一樣 所以以後你就抓 抓什麼 抓他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SOOP就是 幫你把那些資料 給抓回來 怎麼抓怎麼秀 慢慢你要習慣 HTML 跟 CSS 那你就可以抓到 網頁所有的東西了 不過這個前提指的是 他沒有保護的情況下 有保護像 登錄帳號密碼 那個就不是 此限之內的 OK 特殊的狀態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我們先不講 我們先從 Normal的一般情況 OK 請各位先熟悉一下 你可以先打開那個 我們的六支式 六支式裡面 我是用這個 你可以用其他的 這個連結 點進來 找什麼東西 F12 然後這邊有一個箭頭 其實或者是說你不用箭頭 你可以按右鍵檢查 也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好像箭頭 比那個用檢查 我自己用起來的心得是 箭頭好用 比較好用 OK箭頭 點他一下 你在這邊會 你要慢慢習慣 他停哪裡的位置 然後你要去檢查什麼 標籤 第一個是標籤 標籤一定是這樣子 小於開頭 小於結束 OK一定有個頭 尾巴的話一定是 小於 反斜線 斜線 然後呢 這樣子 所以這個開頭這個結束 而且是一對的 所以這個是A 這個是A結束 那我們基本上就抓中間的東西 那如果他有標籤先抓標籤 如果他還有 類別 那就再抓類別 基本上就一層一層的去把資料給扒回來 不過這個後面 先了解這個 待會我們再講 怎麼樣 透過這些東西 抓到你要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會先從 簡單的 再到複雜 所以呢 先 後面呢 當然我們有舉幾個例子 先抓 YouTube 不過會不會YouTube到時候看我們 到時候 做了一些保護 還有Yahoo 還有什麼 ETtoday 網路上的新聞 再來Google搜尋結果 可不可以抓 可以 另外還有 底下蠻多的 還有再來就是 台英外匯 然後呢 Yahoo上面的那個 股市資料 所以一堆 這些東西 不過難度很高 因為後面越高 我是把 從簡單到複雜 還有大樂透的資料 其他的話 還有像 Yahoo股市 下一次的話 再跟各位 分享一下 不過Yahoo股市相對起來 還是比剛剛的還要複雜 剛剛那個算簡單的 回去的話 先熟悉一下 什麼叫 HTML Google一下 HTML標籤 有哪一些 知道一下 再來就是 那個 CSS OK 下一次的話 我們再來 針對這部分 做說明